星期五、六日隨時揭開 雜、雜、志 每週集合、雜、志 雜、雜、志6月15號 影評人皮亞看難民電影 今年難民電影節有七套電影會選影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戰爭的樂人 和關於同兵 在非洲的烏江達 他們專門捉一些五至十五歲的小朋友 一些年青人 走去當兵 這套紀錄片的拍攝手法 它用了一個很詩異的手法 第一就是黑白攝影 第二就是它的鏡頭很優美 特別用了很多大特寫的鏡頭 去捕捉這班同兵 他們的神情 透過他們的神情 其實你看到很多東西 可以進入到他們的一種惡夢 那些小朋友說 那個惡夢是很重要的 例如有一個小朋友說 他經常發生一個惡夢 就是有一個死人 有時變成一條毒蛇 一直向著他走 我想這些是令到大家很深刻的 在戲中 那些小朋友的表情 令到你很難磨滅 他們的表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表情 他們對很多事情都已經很冷漠 因為他們經歷得太悲慘 他們很多事情都沒有了感覺 你看到他們的表情 令到你對於這個議題 是同兵 真的很關注 難民這個議題其實包括戰爭 當然有戰爭才有難民 第一就是先關注這個議題 這是很重要 第二就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喚醒 觀眾對於人道 人權等等的這些議題 大家多討論 全世界的難民是幾千萬 很多人在受這些戰爭的困苦 流離失所 也有很多人受影響 譬如這部電影 同兵 希望透過這些紀錄片 有時候說的話 就說多無謂 看電影就最好 看電影大家一看就清楚了 第五屆難民電影節 由聯合國難民處舉辦 除了有戰爭的樂印 影片還包括了有沙漠之花 尋找片刻自由 人民敵人 我的羅興亞 巴勒斯坦人在南方 和難民 日期由6月20日至6月26日 星期五、六日 隨時揭開 雜、雜、志 每週集合、雜、志向 每週集合、雜、志向 十字幕曜